這是馬雲你今晚地都為 真的 大家都在唱這首歌 對 都在唱這首歌 沒有 這個唱的沒有比人之更好 對 這個唱的真的是太好了 真的真的真的 就是全球都在玩一個遊戲 以前大家在玩那個尋找威力 對吧 現在是尋找馬雲 就發現說馬雲到底消失了這兩個月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知道這個蕭黃奇 這首歌叫做阿嬤的話 為什麼會是馬雲的話 因為馬雲真的說了某些話 他說在外灘金融峰會上面發表演講 勾開評論的中國金融體系 沒有系統性風險 因為沒有系統 那各位觀眾朋友可能聽到這句話 就覺得這還好 可是這句話就有點像是 國王的新衣當中那個小朋友一樣 跟國王說其實國王沒有穿衣服 那種感覺就很像說 今天我跟李傑老師說 我那個情人節到底要送給我女朋友 什麼樣的禮物 就李傑老師說 行行吧 你根本沒有女朋友 對 我就被重傷了 所以中國那個玻璃心就這樣子碎了 那你會發現說 銀行延續的還是當鋪的思想 所以你會發現說 其實馬雲是一個很真實 很real的一個商人 他也是這個異者三有當中的 有職有量有多聞 這個有職罵 他直言盡見的告訴了共產黨說 現在有這樣子一個狀況 結果卻發現 違反了黨議習大大不開心 他是有職有錢有多嚴 對 有多嚴 結果現在卻發現一件事情 美國的市場研究機構 中國賀皮書的執行長米勒就說 現在馬雲可能是要儘可能的 要保持低調 因為沒有向黨致敬 他沒有對黨 respect 所以糟糕了中共的逮捕 他現在極有可能成為了 從這個電商大亨被局限在說 一個階下球當中 一個黑暗的小房間裡面 所以全球現在都在玩這個 尋找馬雲的遊戲 那我們要再看下一張 其實如何報導馬雲這件事情 中國官方是下指導旗的 原因是目前來講 各個的中國裡面的官媒 跟外媒來講的時候 其實完全活在兩種不同的平行 時空裡面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中國官媒的新華社 來報導的事情是新聞越短 其實往往代表的事情是 事情越大 他說市場監管總局根據舉報 依法對阿里巴巴來實施了 二選一等涉嫌壟斷行為的立案調查 那很多觀眾朋友 不知道什麼叫做二選一 那為什麼是叫做二選一 其實就是那個阿里巴巴 他不是有淘寶嗎 他要跟電商來做合作的時候 如果你今天要上架的話 你只能夠在阿里巴巴上架 你只能在淘寶上面上架 那其實這很像是這個 經濟公司簽這個經濟約 就是說你只能從我這個經濟公司 發案出去的時候 他就認為說這個叫做壟斷 所以新華社 他這樣子的一個說法的時候 其實很多會讓人起了疑鬥的是 其實今天很多商人 也都有做同樣類似的事情 那為什麼就針對阿里巴巴 為什麼就針對螞蟻金服呢 其實就是選擇性的報案嘛 或者是針對性的調查 那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下指導期他會告訴說所有的媒體 必須得要正確的引用官方 對這起反壟斷調查的口徑 未經允許不得更改或增加任何的評論 所以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要你直接複製貼上新華社報導 對 所以你的意思是指說 在中國當中啊 所有的媒體通通都是官媒啦 只有一些自媒體的這些博主啊 才敢說真話 會多多少少的寫一些評論喔 可是寫評論的時候還要很小心喔 所以如果任何公司的聲明 反對官方立場 不能刊登 不能轉載 這個叫做新聞嗎 這個叫做發公文吧 所以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中國的官方就是在下指導期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最後一張 我們常常講說 我們要去中國賺錢啊 去中國發大財啊 可是問題是在中國啊 現在進入什麼 全面小康的社會 全面小康是什麼 脫貧的這個窮人不見了 富豪也給你拔掉了 全面小康就只剩下小康 對 只剩下小康的意思 所以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掐頭去尾留中間 掐這些大頭怎麼掐的 涉入貪腐事件遭到調查 內線交易操縱股票價格 涉及貪腐現在下落不明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中國的商人那麼多 其實會發現一件事情 為什麼中國的商人 常常因為立場不同 或者是派系黨派的不同 最後都會被操縱或是內線交易 是來自於說 中國要創業這件事情 其實是很困難的 原因是在剛開始的時候 你的稅務其實是非常的高的 所以你必須得要有一些 權錢交易 你必須得要說 疑似可能會有涉入貪腐的事件 可是問題是 如果今天你跟當權者的這個 黨派不同 立場不同 我就選擇性辦案你啊 我就選擇性的調查你啊 所以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北京的地產大亨 真的實在是非常的有價值 他說習近平對新冠肺炎 像是剝光了衣服 也要堅持當皇帝的小丑 這句話聽到習大人在眼裡 怎麼容得下去 結果他就被辦了 十八年的有期徒刑 所以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在中國經商 在中國當富豪 最好啊 還是賺一點點錢 到小康的程度就好了啦 照顧 TRAGM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